字幕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小石 学测时候又快要到了 好像没有很多天 那各位同学考试一定要加油 那在加油的同时呢 那我希望各位同学去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办法返回去去检视 你到底念了多少东西 什么叫做你到底念了多少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局道 比如说排列组合 排列组合这个观念你到底懂不懂 老师我怎么知道我懂不懂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在补习的时候 我的补乡老师跟我们讲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这是我的讲义 我的总副级讲义就这么多 你只要把这些讲义弄懂 你没有十五级分 你来找我我全部退钱给你 他说哇真的哇真的这么棒这么棒啊 哇靠老师这大放送 后来发现还真的很难 不是因为他的题目很难 也不是因为他的题目很多 他题目其实也没有很多 关键在于什么叫弄懂 你懂了我这一题 你是真的懂 我出一个变化题 你还是写得出来 对意思是这样子 懂吗 你对于对称的题目 你搞懂了 那对称的所有题目 你应该要会 因为很多同学 包含你可能自己本身都会这样 或是我们在做 在观看影片很多是老师 你让学生问你问题 我觉得他们很像在什么 我觉得他们现在拜拜一样 对不对拜拜我们去拔杯 拔就先杯 好这个问题没有啦 这个问题神明说好啦 然后我们就不管他了 不是哦 懂吗 你也不是去 譬如说看医生 医生跟你讲说 好这个要吃药 OK好 很多人是拿了药后 根本没有吃 我就说神奇 你看完医生后 你的病就会好吗 医生是谁 医生是神佛是不是 怎么可能 你还是要去吃药嘛 对不对 你还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嘛 对啊 神明跟你许 你跟神明许愿事情 神明说好嘛 那你还是要做嘛 听得懂吗 可以哦 所以你们常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跟你讲这一题 好你会了 结果差不多题目来 又错 对 你真的懂那个观念吗 好 你真的会这个题目吗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 你去返回去检视 你到底懂不懂这个题目 懂这个题目 理论上来讲这个题目 所有延伸问题 你都应该会 当然我所谓的延伸 不到说哦 那非常刁砖的延伸 不是 他所延伸的基本题 你会了吗 你会正弦定理 那正弦定理的延伸体 你都会吗 你知道看到什么题目 你会想到正弦定理吗 懂吗 其实认真的想下来 你会的东西真的没有很多 因为你都是会一些题目 而你并不是会整个观念 这个在考试的时候 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懂吗 所以我们在拿到考卷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常常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不是写名字 不是写班级 不是写座号 不要在下方乱留言 OK 你拿到题目的时候 你都会开始在看 说哪个题目我认识啊 这题我认识 赶快写一写 这题我认识 赶快写一写 剩下全部不认识 放推 不是 懂吗 我们拿到题目的时候 像我们的习惯是从第一题 开始慢慢慢慢做 好 这一题 诶我会 为什么会 因为这个观念我懂 好 可能用这个观念去解释啊 试试试试 再去做做看 好吧 你要慢慢的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而不是一直在考卷当中 寻找自己曾经看过的题目 题目看不完 题目真的有够多 懂吗 如果在 如果以你的认知来看的话 你那个叫题海战术 题海战术不会死 好 在断考的时候 可以帮你拿到很好分数 但是学测呢 学测出的考卷 出的题目 根本你几乎都没看过耶 那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还是必须要靠观念来去解释 所以我们在讲说 你去审视自己念过的东西的时候 你这个观念懂不懂 这个观念会不会 好 余闲地理我会 那余闲地理的那些应用体你应该都要会 懂吗 好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自己 懂不懂 考卷摊开来 好 我跟你讲 这个单元如果你没念过 不会 那叫正常 这个单元你没念过 这个题目你刚好会 叫赚到 好 人生最干的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就是明明这个单元你念的拱瓜烂熟 就他出的题目你根本就不会 好 比如说好 那我们就讲 我们就不要讲别人 我们讲小一点的单元好 我们讲术语诗好了 术语诗够小的吧 对不对 两三年考了一题 今年终于考了一题术语诗 而你术语诗念要死要活 就你不会 代表你术语诗高中白念了 你知不知道 同样的 直线语言 就考两题 就直线语言考出来都 哇好开心 两题都不会 你高中白念了 你知不知道 懂吗 你说你自己多强都白念了 你以前考那个小考的 九十一百 那个都白考的 因为你学个名称碰到题目 你不会写 懂吗 剩下这段时间 检视自己怎么去念的 好那念东西到底会多少 把它搞清楚 懂吗 OK 不是傻傻的 好像每个都差不多 每个都差不多 每张每个题目都写一半 答案还是零分 懂吗 OK 所以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 今天我们不要讲一些 太过有磨考题 我们讲一些比较轻松的 来101年台中一中 数理直优班的 考试题目 好 那很多同学 其实我在讲废话的时候 不是废话啦 我在讲一些闲聊的时候 其实你们搞不好算出来了 好不好 来 他说 每四个人的平均年纪 加上 家人 家人 加上剩余一人的年纪 加上 我说家人是什么东西 可以 家人有爸爸妈妈的乱仔 加上剩余一人的年纪为 4236332724岁 其中五人当中 嘿 他说年纪最大 和最小 到底是差几岁 那我们就假设这样子 好不好 假 A B C 租1 我们假设 假是最大的 好不好 那我们就假设 物是最小的 所以等一下要求的是 A 减1 会等多少 OK 那每四个人当中的 平均年纪 加上剩余一人的年纪 最大是42 最小是42 我跟你讲 这个最大42 肯定是加上最大那一个人 这个最小这个人 可是加上最小这个人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对不对 来 所以来 因为我们知道 来 开始 我们不要一直用红色的 看不 来 因为我们知道 来 最大人叫做A 再加上什么 哎 剩下的 B 加C 加 珠 加1 四个相加 哎 除以4 这个答案叫什么 这个答案叫做42 那最小那个是谁 最小那个人叫做1 再加上四分之 A A 加B 加C 加珠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24 好 24 好 来 让我们让主要两边同时乘上四倍 OK 乘上四倍 这个叫做4A 再加B 再加C 再加珠 再加1 好 42得8 4416 168 那这里呢 刚好全部乘上4 变成A 加B 加C 加珠 再加上4E 会等于4416 96 好 有两个数字特别注意 有两个地方特别注意一下 一个叫做4倍的A 一个叫4倍的1 好 那像这种题目呢 非常简单 我们就左右两 我们就上下两次 直接做一个相减的动作 为什么 你把那一些不需要的人这个砍掉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3A嘛 1再减掉C 负3倍的1嘛 会等于168 扣掉 96 好 8-6.2 多少 呃 8-62 所以9加7.16 OK 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非常清楚哦 A再扣掉 A再扣掉1 会等于多少 24 所以最大跟最小就会是差24岁 对好这个题目其他并没有非常困难 然后台东西中 哎 你不要讲说人家数理自由班都会考很难 有时候考一些像这种标准的送分题 对 对 但是这个东西稍微想一下 OK 那 荧幕上的荧幕前的你好 你是否有答对这个题目呢 好 所以把这东西搞懂哦 好 包括刚刚我讲的东西 我们尽量一起把成绩考好 那如果你身边好 比如说你的学生 哎 比如说你的学妹 你的学弟 好 或者你的弟弟妹妹 他们现在在考试 好 记得鼓励他们一下 OK 好 把这影片传给他们看 让他们知道了 OK 我们的课程到这位置 想要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 订阅分享 想买我现场课程 想加入我频道会员 下方资讯欄都有连结哦 我是李翔 有问题 我们下方留言区讨论吧 拜拜